今天的新闻专题 大师和Victor 今天我们讲回澳洲这件事 澳洲这件事最早的缘起 最近新闻的焦点就是 这个外交部发言人 他弄了一张假照 赵立坚 弄了一张假照 应该是一个图画 即是一个拆码 上面是画了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澳洲的军人 拿一把刀去杀一个小孩 杀小孩这件事似乎是不知一日无 但是杀俘虏 杀多地平民一定发生过 好像富裕也有杀 富裕也有杀 是虐待虐杀 莫里森出来是 反击 用假照 他打算反击他 说你用假照冤枉我 谁知道 就拆了 因为你是真有其事 他那张是讽刺漫画 他的照片是假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漫画是假的 他的漫画画像真的 所以他就说你用假照 然后跳出来 谁知道大问题原来是真有其事 所以他就七分了 因为那件事我讽刺你不行 就被中国群起而供 所以整件事就是这样 他一看不妥就收起了 因为本来这件事 因为中国召立经理丹尼福尚是没有事 但是他这样出来 变成了一个国际政治事件 变成了澳洲去杀那些阿富汗人 就是说这件事通了天纳 本来很少人知道 你不说出来就没人知道 你说出来就没有人知道 所以他现在立刻收平 一个公关灾难 就是说他想着假想 这次就不让他捉到你去打你 但这件事有好几个角度去看 我才会特别拿出来说 第一个层次就是虐待 他们整件事应该是有组织的事 而虐待本身很普通 后来我做了少许 看了少许 为何会有组织 而虐待在若杀平民的原则是非常普遍的 因为战争的常态 对 我是说的常态 对 这是常态 但问题是为什么会有常态 我发现 原来他不是因为杀到瘋了 他是故意的 不是为了爽 对不起 是有什么的 類似爭奮士氣的人 大家一旦做共犯 如果我不一來到的時候 第一你要殺慣 第一你一開始要殺幾個人 如果不是的話你上戰場會害怕 肯定腳震 第二就是現在我們在那個地方做了這麼多壞事 你如果身兵來到 你不做幾件事的話 你一定會對我們不順 事實上現在出來的人對他不順 就是一個透明狀來的 是透明狀來的 軍隊本身這件事是整件事 這件事其實 本身你去到所有這些地方 是常常會發生的 因為他們當 你想想美軍駐沖繩都不停奸 不停強姦的沖繩女 而且強姦的沖繩女是不用坐牢回去的 你去到一個地方 你明知一個地方犯法 你是不用坐牢的 而且一句就是 因為太平盛勢 所以你招募的兵員一定是男子 是啊 所以本身那件事是必然會發生的 即是有一個必然性 所以我才說 你去到那裡 怎會不斷 反而你有一些 中國兵 日本兵 可能你更好些 因為那些 你去到那裡 其實那些不是很難的 他們可能有一堆兵 尤其是中國兵 龍孫出來 龍孫出來 是比較純樸 因為他們去到那裡 不是一個戰鬥兵 如果你不是戰鬥兵 你去到那裡 是做一些很平常的事 你去到那裡 你去到那裡 你不訓練殘忍 他們沒法打 即是說 那些去到嘻嘻嘻嘻 那些 中國兵不同 因為中國兵有一種狀況 就是 其實有些共產黨幹部 高幹子弟 那些人去到那裡 去了年幾年 然後回來做官 還有一些人做幾年之後 就包吹他們出來做事 所以他們的那些 那些 那些是好一點的 你外國 你如果澳洲兵 或者美國兵 或者之類的 因為他們是戰鬥 本身是一個空殘的狀況 因為日本兵 去到那裡 不是打算打 那些反而會好一點 所以澳洲兵 你去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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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兵是打的 那些是兵是打的 所以他們一定要去到那裡 當然不要掌握 你不是的話 你做會變得很廢 所以你一定要去到那裡 整個是一個Orientation 的一樣的 那些是Ocamp 即是他面對死亡 反正是玩大一點 或者是他這樣不做 他覺得不值 不只是為了不值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你不會盡快適應 那些戰鬥環境 那些戰鬥的殘酷 你一定要對那些富裕很殘酷 如果不是 你有少許警察之心 很容易會死 所以本身這件事 但有些人看不懂 所以才會出了這片 然後這是第一層次 第二層次 第二層次是 去到 去到 中澳關係 中國打澳洲 是一個 有意識的行動 已經十年來 現在澳洲 這幾個月 澳洲 因為澳洲 和美國很親近 第一層次 新疆問題 你跳出來說 然後 跟美國 又有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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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你就不停 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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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令中國非常難守 但中國對於西方 對於法國 德國 英國 因為澳洲 有40%出口 是中國的 還有很多天然資源 那些是有替代性的 即是印尼 原來澳洲只有3% 在中國出口 所以中國本身 就是產業的信用 那些是最好打的 即是最好吃的 即是吃滑你的 所以 我算過度過 我都要找一個人來打 就是抓住澳洲來打 因為澳洲會非常痛 因為如果中國全面禁問澳洲 但中國有替代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它是鐵礦石 即是鐵礦石 澳洲有什麼 他說澳洲的GDP會降6% 很嚴重 是經濟衰退 對 而且他還可以 他有十多二十萬人留學生 然後再有旅遊 所以他可以重創澳洲經濟 所以現在不停澳洲 莫里森已經走出來說 我沒事的 你已經投降了 我們和中國要維持好關係 但中國應該不會停止 第一 因為第一 他特地太少 第二 你現在出口講堂 你做實際事 你沒有做過任何事 至少香港問題 你要道歉 甚至他還跟日本 支援軍事條例 對 其實日本最少你都 香港放下 放一放鬆 或者有些事先放鬆 五眼聯盟之中 他走得比較前 亦是最容易打 所以中國一定是追著你們打 即是打死你為止 新西蘭就不值得打 不是 新西蘭的問題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我再要說的 就是因為澳洲的定位 澳洲其實是亞洲一部份 澳洲的新西蘭 他不跟英國和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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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亞洲一部份 為何你要這樣做 新西蘭不同 我再說一句 為何他是亞洲一部份 因為他自己也是亞洲一部份 而他踢球 你看看 亞洲一部份 澳洲有問題 是的 OK 那整件事 整件事就是 你被人抓住 現在連船到岸都不讓你下火 是亞洲一部份 你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裏 而 RCEP也加入了 其實 因為他打了臉上 他說中國可以不停挑剔你 那些東西不合規格 那蘇生說這些東西不合規格 你又不能入口 我不是RCEP也說 那些東西不合規格 整件事澳洲出現的問題就是 你不要走那麼前 你是蠢的 喂 美國買你怕多些 還是美國怕多些 就是說特朗普要你出錢 特朗普要你出錢 你這個不出錢 特朗普要你做這些事情 即是他很崇拜特朗普 想做特朗普的 他很崇拜特朗普的 但問題就是 你經常都要像特朗普那樣 問題就是 人家是世界第一強國 你不是 還有就是 整件事是強國爭霸 你是弱國 你不能打 即是說 我覺得那樣東西 你本身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在哪裏 強國爭霸 這就是 黃之鋒和你無緣無故的孝夫的分別 許智峰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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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之鋒是黃之鋒來的 他是有實力跟你競爭的 即是美國看他 黃之鋒就是黃之鋒 你們走出來 覺得別人是炮灰 你不應該走那麼前 因為你走那麼前 你就走得到 即是你沒有錢收 比你強的英國都沒有 這樣說一說 不是 中美爭霸 你是美國的一條狗 你贏了也是美國的一條狗 贏了輸了也是美國的一條狗 關你什麼事 你為什麼走那麼久 所以我剛才講到新西蘭的問題 新西蘭的問題就是 新西蘭根本就不走出來 新西蘭根本就不走出來 我是小郭 我是金春的 你老闆你打 你自己跟對方打 喂 難道你老闆不要我嗎 你一樣要我的 現在問題就是 那件事 我不是做了自己的事 你來到就不斷如其辣 喂 你以為你莫里森 澳洲那些垃圾國家 打不打得 難道東美爭霸 美國贏了你 你又有幾位 都是美國爭霸的 你沒有份威風的 你不懂 英國還想重拾樂日光輝 你現在沒有份威風的 你終於幫老闆搖旗立喊 你都不明白 你看到你身邊是暗狗的 你明白嗎 老闆去打中國 打了之後 你也是一條狗 你才是一條狗 你也是一條狗 問題是 對呀 所以 難道你不努力跟著去打 難道你不努力跟著去打 然後呢 美國會背棄你 他也要你這條狗 是不是 你整整一下 即是 他不會背棄你的 即是等於 台灣 經常買那些軍備 都不明白 難道美國會放棄你台灣嗎 難道你打又贏 錢我就不給了 你打不打 你幫不幫我 難道美國到最後會說 我不幫你了 你口裡淪陷 雖然都試過 就是國民黨 但國民黨中國大陸 第一島鏈來的 即是做狗都不懂做 那當然是 即是 即是你自己不知道 你自己的定位 即是澳洲 你自己本身 美國是要靠你的 你為什麼要幫忙咬人 為什麼要幫忙咬人 為什麼要做狗咬人 即是你本身是錯的 你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裏 難道新西蘭 新西蘭就不出聲咯 你出了聲之後 莫里斯斯 你也不要跪去哪裏 你出了聲也是狗 你為什麼要做狗 即是鬼不知道 其實他因為做錯了幾件事 澳洲大火 他沒有走到回去 其實現在澳洲也有聲明浪直 即是本身他是一個蠢人 他是一個蠢人 所以你沒有辦法能夠去 蠢人做了聰明 那中國也是按照 澳洲本身的國家定位 他整件事是不清楚 即是如果我是澳洲的話 我就會投共 你不是說笑 即是好像 國家你應該投共 經濟上是 經濟上就是做南韓 其實澳洲如果這樣的話 他是經濟投共 如果我是澳洲的話 我是經濟投共 即是菲律賓 軍事繼續靠美國 軍事不是 我經濟投共之後 基本上軍事也不用靠美國 因為現在澳洲很富裕 他不是南韓 他不是南韓 南韓這二十年的經濟增長 其實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的 南韓做到這樣 如果澳洲這樣做 就不行了 我自己建軍 我洗鬼 我洗鬼什麼 我可以吸納多些移民 然後自己 因為澳洲的實力 非常重要 軍事實力 我自己建軍 我裡面不可以 我再不行 我再不行 再不出聲 我自己做限定就不行了 明白嗎 我現在做大國 好像三千多萬人口 很少 三千萬人口 我自己變成 中型霸權 變成中型霸權 你們不要回應 我壓住了印尼和新西蘭 我做英國的意思是澳洲有什麼權力 澳洲有什麼能力 因為它有自然資源 我澳洲做一個五千萬人口的大國 我在三十年中做一個五千萬人口的大國 為什麼不行 因為我根本是靠中國整天之後 我剪掉美國 難道我不是剪掉美國 我幾面為主 因為澳洲本身是有利源問題的 澳洲本身身邊有印尼 印尼兩億人口 印尼兩億人口 三億人口 我很懷疑這個數字 你樓上有印尼 現在中國不買你東西 只買印尼東西 你要做第一強法 澳洲應該要有核武器 澳洲應該大事見軍 如果他去到五千萬人口才能頂得住人 本身你根本是靠美國 你就完全靠不住 你不如靠中國去頂住 而且那些人很怕人來納盟 那些人偷渡過來 這些都是靠中國幫你拆的 你應該跟美國疏遠 做一個獨立的國家 澳洲那條出路應該是疏遠美國 也不是疏遠 即是正常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正常化 做一個獨立的停泥空堂的國家 然後就牟住新西蘭 頂住人來 然後就自己大力叫他 我進小樓成一統 對 這樣才能做 因為Sigley本身是很繁榮的 所以如果他做親中國的話 整個經濟會扭轉 即是你本身有先進科技 基本上他本身應該要當自己做亞洲話 即是他們現在本身的理念是錯的 他的理念是說 因為中國和以色人大很不對 所以他們就不可以 那你不可以和以色人大是不對的國家做朋友 即是他媽媽英國就專做這些事情 你明白嗎 那你不比當年的共產黨更壞 原來你不可以和子思人大是不同的國家做朋友 我告訴你當年共產黨怎麼爛起 中共就是在蘇美之間Swing 不是 割斷了蘇聯 他割斷了蘇聯和美國Swing 明白嗎 他就是靠近了美國去發達 打越南做這個投名狀 是的 問題就是這樣 其實澳洲為什麼不可以和美國歸中國呢 那件事是有好處的 那件事是有好處的 即是說 我歸中國不是歸中國 現在變成獨立國家 我變成一個不同國 變成獨立國家 即是獨立自主國家 我簡直做核武 澳洲有資格做大國 澳洲有資格做大國 因為英國英倫三島本身的格局太小 太貧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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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著印尼 到時候你頂不住印尼 美國不會撐住印尼 印尼的Golf也很快 即是很快的 層次數量就會大 其實現在已經大 還有什麼補充 沒有了 新聞專題就是這樣 好 拜拜 拜拜